哈嘍 法比亞的車友 大家好 經理啊 我是KT的經理 經理也成為法比亞的車友了 因為這台車有開過車有很多台 覺得這台車很不錯 所以經理也成為法比亞的車友 那這台車經理啊 上星期在家人去山上出遊的時候 竟然後座的乘客反應暈車的狀況非常嚴重 我媽媽她以前是不太會暈車的 結果坐了這台車之後竟然會暈車 而且這台車它的配備的版本不是15吋的 這台車已經配了16吋 但它的輪胎規格已經有稍微改過 現在目前安裝的是205 50 16的尺寸 它的胎幣稍微厚一點點 其實有很多的法比亞的車友 把它改成205 45 17吋的 也有改到18吋 但17吋也好 18吋也好 其實它的能夠提升操控的感覺還不錯 然後也能稍微改善後座乘客暈車的感覺 但是經理還是覺得很納悶 這個畢竟是歐系車耶 它怎麼會乘坐起來的感覺 會讓後座的乘客會暈車 那我就把避震器拆下來之後 徹底把它做了一個測試跟研究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避震器 為什麼會暈車 這個是法比亞後面的避震器 後方的避震器 那我們用壓的 這個不是一個科學或者是客觀的判斷方式 我們把它上了阻尼測試機 我們廠裡面有阻尼測試機 把它拉阻尼來看看它的下壓 C值還有rebound T值大概是多少 結果各位看一下這個表格 這個是法比亞後方的一個阻尼圖 它的rebound 回彈 這個回彈的阻尼值是可以的 就大概九十幾左右 可是這個下壓我單手耶 下壓就可以把它壓下去了 這個可不是它的阻尼筒壞掉喔 這是正常的喔 你看它還能彈身嘛 所以這個下壓的C值啊 只有三十幾而已 有可能比日系車還要更少喔 那所以我就針對了這個的阻尼 還有一些彈簧的配置呢 有做了一個不同的設計上的變更 讓這台車能夠更好做喔 那最大的改變的方式就是前彈簧 這個是原來前面直捲的彈簧 那也就是一些國際的品牌也好 KW也好 或者是台灣其他品牌 甚至是自己KT以前的設計 也是這樣的設計 那這個是變成是一個大捲的彈簧 它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拉的比較開 所以也會變得比較舒適 那安裝上這個彈簧 直捲彈簧所配置的 都配一個KT的轉接座 這個彈簧它的上方只要沿用原廠的彈簧上蓋 因為它的彈簧上內進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彈簧沿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所以它彈簧的形式不太一樣 第二個地方是它統身前方的行程 舊的是110mm 新的是127mm 所以行程也變長了 所以也會變得比較舒適 那最大的改變 最大的工程還是在後方的主鈴筒 那後方的彈簧也有做設計的變更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本來一樣都是3公斤的 本來的長度比較短 新的比較長 而且這個的外徑比較大 原來的版本比較小 所以這個的外徑比較大之後 它的乘坐感覺就會變得更舒適 行程後方的話 這種車後方是拖曳幣的系統 所以拖曳幣的系統 它的後方的敏感度非常高 主鈴設定不對 或是彈簧設定不對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前方的彈簧 後方的彈簧還有前方的統身 它的整體配置 已經都做了一個設計上的變更 讓這台車的整體的乘坐感覺 會變得更好做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要丟棄的避震器 這個原廠的前方 離載算的話 KT會附一個短的離載算 原廠的比較長 所以KT會附短的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那最大的問題 真的就是在後方的統身的阻尼不阻 所以造成這台車後座非常的軟 很容易會暈車 那改裝之後變成這個樣子 它的高低是能調整的 這台車配上205、50、16的輪胎 這邊你鏡頭拉遠一點 這個輪胎這裡的距離 大概是有六指幅左右 那改裝之後最低可以大概到一指半 到一指左右 所以這個整體降下來之後的 一個視覺上的感覺就會好很多 那也會比較沒那麼晃 最主要的功勞 還是在這個主尼筒 那主尼筒上方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那這個彈簧就是設計上也有稍微做變更 本來的調整機構是在下方 現在新的就做在上方 彈簧會變得舒適很多 這是後方一個整體的設計 那前方的話最主要的改變 前方最主要的改變就是這個彈簧 還有它的行程、加長 這個彈簧下進變大了 所以這裡的設計也不太一樣 它的乘坐感覺就會好很多 那理載算的部分 KT有附一個比較短的 全新的理載算 那前方的車高調整 本來的話前面車高還好 大概三指左右 那現在的話降到一指半左右 整體開起來的感覺 協調性相當的好 前方的話設定18段 後方目前是設定15段 胎壓的話35PSI 那前方的話我鏡頭帶一下 告訴大家車友們 要怎麼調整前方的阻鈺 這裡有一個試蓋 我們把這個試條把它扳掉之後 KT的調整鈕 鏡頭拉近在這個地方 在裡面 我可以從裡面來做一個軟硬的調整 那這顆引擎 這個是三代的 是1.2S的 現在四代最新款的是1.0S跟1.5S 1.5S 據說150匹還非常的厲害 好 那這台車大概在一兩個星期 就會把鋁圈升級到17甚至18吋了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的話 來試看看這套便利真的非常非常棒 它的整體的乘坐感覺既不會太過於死硬 那也不會像原廠一樣 後方走山路的時候就很容易搖晃 所以如果有想要試乘 趕快跟經理來預約 來試乘這台車 那它的整體乘坐感覺保證會讓各位來滿意 試乘是不用費用的 如果你覺得試乘的時候不滿意的話 那就再考慮其他品牌或不改裝也可以 那趕快可以跟經理來預約試乘 好 以上是今天的發幣的影片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